我的天呀 用两个苹果 随意窃窃窃 就能变成一只 威武的猫头鹰 重点吃起来 比原来的要甜一百倍 现在吃的苹果都这么卷了吗 居然有两百多万个帐 一个苹果 就变成猫头鹰 有意思 咱们就不要两百多万个帐了 叫咱们来个两千就好了 阿萌也要来试一下 按照我的技术 应该没问题吧 刚好家里剩下三个苹果 我们就拿走两个吧 先给它清洗一下 你们不能告诉我妈妈哦 再拿一个板和刀子 当是被它发现 它肯定会说 好我的苹果不吃啊 等一下那个口水 可能会把我淹没了 吃一个比较小的 就来做头板 先来搞猫头鹰的身子 只要切一刀 有点硬 你们猜一下 这个苹果甜不甜 还挺光滑的呢 这个头好像是切掉两边 不能切太大 小小就很快 要对称这边也来一刀 怎么感觉很奇怪呢 不行 这边还要切一点 给它修饰一下 刚刚切错了两片就可以做它的翅膀 翅膀好像是有点这样子的 用牙签给它插上去 还要切两个三角形来扑它的脚 有点迷你有点可爱 差一点就把人家的嘴给忘记了 还要两个眼睛直接贴就好了 怎么看着有点奇奇怪怪的呢 没事 可能是让身体还没安装上去 所以看着有点奇怪 把身体插上去 我们的猫头鹰就完成了 咋夹这一只呢 是低头的猫头鹰 它这个姿势呢